金山軟件 3888 股東應佔日利於2023年一季度達1.92億元 人民幣 夏同同比增長96%而還比增3.04倍 相對於上年同期小賺14.32%至近9938萬元 那因該集團把市期日利3.37億元一攤分1.92億元與 母公司擁有人 比上年的9800萬元增95.9% 而2 與非控股權益1.45億元 減23.2% 不僅太息多母公司擁有人 相當慷慨 金山軟件的發展亦頗為吸引 該集團管理曾在業績報表中稱 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語言無形帶來的技術變革 金山辦公集團重點拓展 1.人工智能領域 與大語言無形公司合作 聚焦組織級用戶需求 繼續發揮數字辦公平台的產品優勢 和2.積極推動大中小型組織級用戶的數字化轉型升級 負能期產業數字化建設 該集團於2023年4月推出面向各種組織的通用辦公圖 建存家統 WPS 365 至於持續經營業務 表現上理想一 辦公室軟件業務 收益10.71億元同比增長20.66% 較2022年同期8.71億元所增13.1% 多增7.56個百分點 此乃受惠於 內地機構訂閱業務的迅速增長 速金山軟件的數字辦公解決方案 和服務品質不斷升級 以及正企端雲一體化和協作辦公進程的持續推進 即使2.內地機構授權業務期內有所減少 主因2022年一季度基數相對較高 及信創新增採購訂單減少 金山辦公集團 3.主要產品月度活躍用戶 於2023年3月底時達5.87億戶 同比增長3% 上年同期則增15% 累計付費用戶2,997萬戶 同比增18% 2.網絡遊戲業務收益9.18億元 同比減少6.4% 相對於2022年一季度9.81億元 增24.49%的表現要信息 此項業務同比下降主要是由於 劍合世界3及劍網1 歸來等手遊的收益自然下滑所致 此二項手遊於2022年一季度收益基數相對較高 但劍網3收益增長 哪遊戲內容更新及運營優化 而不斷提高用戶參與度和遊戲內消費 環比下降主要反映躍乾 現有遊戲自然下降 如果提高下降主要會提高 更新的保安 歡迎您幫助 您幫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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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幫助